作为一档收视力极高的国民综艺,虽然目前奔跑吧兄弟,才刚结束播出不久,但很多观众也按捺不住,想要观看下一季的交集心情。 而就目前而言,下一季的节目刚刚进入最初的筹划阶段,很多关于具体的细节官方还没有敲定,不过,诸如下季的拍摄地与你要嘉宾等,似乎官方已有初步的安排和计划,最近节目组正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调查观众们关于下一季节目的看法。 对于一档真人秀节目来说,嘉宾无疑是其最为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对于受关注极高的跑男来说,每一次邀请嘉宾,节目组的选择都十分慎重。 对于嘉宾的要求,节目组不仅希望其有非常高的人气,更重要的,在观众心中的口碑也必须是积极正面的形象,否则将与节目的正能量气质完全不搭。 近日,官位一则看似不经意的消息,却可以说引起了节目粉丝们的广泛讨论。 在下集节目中,观众们可能将迎来一位期盼了很久,却从未登上过跑男舞台的嘉宾,这位明星,就是大名鼎鼎,微博拥有接近四千万的粉丝,最近正火爆的首唱小王子,吴亦凡,提起吴亦凡,就不得不说陆寒。 在还未单追之前,两人最初作为韩国联系生,同在一个组合一起奋斗多年,然而,虽然在组合中,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但让人意外的是,刚刚解散单飞没多久,两人无论在何种场合之下见面,彼此竟都像陌生人一样冷漠,毫无交流。 而之间在组合里的熟路,也被很多粉丝认为是作假和演戏,很多人都觉得,他俩目前都是对方,为自己的一生之敌,在之前几地跑男的节目中,据说,节目组也曾萌生过,想要邀请吴亦凡前来的想法,但外界都一致认为,都是因为考虑到陆寒的因素,所以才最终没能成行。 而关于这一次,为什么又突然做此决定,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中国好声音的启发,毕竟,今年好声音,破天荒地对导师阵容进行了改革,结果因为李健和谢霆锋的亮眼表现,节目收视率相当不错,虽然还不清楚,目前节目组的想法,是想让吴亦凡担任嘉宾,还是跑男团的新成员,但很多观众都相信,只要吴亦凡能够前来参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